被稱作紅機的華碩 Zenfone智慧手機 發表不到10天 卻傳出了同樣的這樣的機款 在中國大陸出售 不但是價格比台灣要便宜 連規格都比台灣賣得來得好 這引起了消費者炮轟 董事長施崇棠上午親上火線說明 同時也做出了承諾 想深深地跟他們說一聲 對不起 對不起他們 所以將來我希望在每個國家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根據 不同的結構來做一個正確的定位 只是說規格的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說 台灣應該是要比較領先的規格 而華碩同時也提出補救方案 對於已經購買紅機的消費者 施崇棠說會一價差退500元 再加送8機的記憶卡一張 至於預購紅色機 但沒有辦法拿到產品的消費者 則是建議可以先買黑色 或者白色的機子 等到4月30出貨時 優先供貨給消費者 而依不同機種 還有不同的升級方案 希望可以消一消買家的怒氣 第一步